一天世尊地藏尊者带着他的女儿小花外出游玩 随后地藏尊者便调戏起巨人僵尸 疯狂练习大威天龙 随后巨人僵尸便差遣他的弟弟 扛走了他的女儿小花 再哭 再哭就罚你 一个月不能吃饭 原地爆炸 随后地藏尊者便召集手下将军 临时组成了三只旧花小队 分别是盖克基三带领的小队 一 加特林带领的小队 二 师尊地藏尊者自己带领的小队 三 一起来营救小花 冲破重重巨人僵尸布下的重重障碍 最后击败巨人 你们觉得哪只小队最有可能营救出小花 评论出相应小队数字 营救开始 首先 他们要突破的第一道关卡的 手将坚固墙僵尸 防守成功 然后是第二道关卡的黑化橄榄球僵尸 它们能成功防守住 最后营救小花吗 防守成功 接着要面对的是巨人僵尸手下的得力干将便一板小鬼僵尸 第二小队防守失败 最后是终极大BOSS巨人僵尸和他的手下小鬼僵尸 它们最终能成功防守 营救出小花吗 最后一代的头了 gran,打死了 ,打死了 这是为了 努力摸 ... 我现在迺你 打死了 ,打死了 是 努力摸 ,悠仇 对, 我还是跟合力药